另外來看 因為這個持有金融股的人真的很多 特別是在存股族 因為大家覺得金融股非常穩定 但是這個週末我們剛剛看到 剛剛看到這個新聞 富邦人壽突然宣布 就退出這個房貸市場 理由剛剛講過就是 其實就是沒有辦法賺那麼多啦 覺得成本很高 賺的變少 對受協業有影響 受協業之前有討論過 受協業最近其實已經蠻緊張 蠻辛苦了 又又發生這個狀況 所以三位來賓要不要按鈴一下 你覺得這個時候可不可以再存金融股 可不可以再存金融股 2比1 只有一位 陳老師怎麼你說可以存金融股 因為他存的都很便宜又很多 現在怎麼看這個新聞你怎麼看 好 謝謝主持人 其實金融股它分很多產業 其實都我們只是說概括把它說金融股 對不對 那其實像剛剛石旺老師已經有講過 說今年那個成交量還是蠻大的 對 交易量還是蠻大 那交易量大的話 那請問你哪個族群會受惠 那當然是以元大這種證券的 所以說其實他獲利都 今年金融股來講 但元大算是獲利還是成長的 成長的 那我們從這張表可以看起來 很多商品都是元大的 像今年他們配的 出了一些ETF基金 都賣的還下下降 現在資金還是泛濫 資金泛濫就是搭到股市裡面去 當然也做一些期貨 所以說元大期 其實這種賺的都還不錯 所以說母公司是元大金 那我今年加碼最多就元大金 今年大概買了幾百張這樣子 今年買幾百張元大金 那買元大金 你什麼時候買元大金 其實今年3月我最低還買在14塊 14塊那時候大概買了100張 我們就去持續加碼大 所以說元大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他獲利都持續在成長 他持續在成長 他過去本益比比較低 為什麼過去本益比比較低 因為他過去配的都不漂亮 但是今年配的還不錯 表示說他獲利在成長 那也願意分享給投資人了 其實元大來講 元大來講他相對他本益比偏低 你拿他跟玉山 玉山本益比15、16倍 你拿他跟趙峰比 趙峰也是15、16倍 元大目前本益比搞不好只有10倍 18塊來講本益比10倍 所以說我個人覺得金融市場 這麼熱的情況 他還是社會族群 所以你覺得現在18塊這樣 還算是一個合理的價位 以本益比10倍來講 你看我們這個他過去的本益比 大概在9到12倍中間 以他過去來9到12倍 那他現在值利率差不多還是 值利率來講 今年配比較漂亮 以前配的不漂亮 所以說他是因為以前配的不漂亮 今年有期貨的 今年是期貨加碼 讓他獲利很高 所以說他今年配的就不錯了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因為他本益比低 如果說他往後配股配起來 能夠保持今年這個水準 今年好像配了1.05 對不對 那我覺得本益比有上調的空間 因為你相對於玉山 15、16倍 趙峰15、16倍來講 我覺得他本益比偏低 所以說這個我自己個人 今年就加碼他 OKOK 所以你覺得現在這還OK 那這個就是純粹放著領利息 比價差也有機會 如果領利息來講 像大家最常問就是 中國信託 中信金 你有400多張中信金嗎 大概去年還加了100張 目前大概有500張 那以中信來講 中信來講我們給他看 他往年配息 他最近4年都是有配1塊錢 他就算賺1.85 賺2.16都是配1塊錢 所以說我們就預估他 他就是1塊錢 其實他今年上半年 已經賺1.59了 所以說明年配1塊錢來講 機率很高 因為他現在慣性就是配1塊 以目前大概也是18塊拖來講 我們大概接到5到6%了 所以說這個就抱著領股息 你就把它當作每年配1塊錢就好了 如果說18 17如果往下的話 往下我會考慮得接 因為他這樣殖利率會上來 OK 因為剛剛只有這個老師你 你舉你要買 因為現在金融局大家覺得說 好像這一波這個 沒有跟上這個漲勢 然後另外也很多是貼息 然後很多人說 其實現在技術分析 看起來也很多是空頭排列 剛剛又講因為這個利率低的情況 廢得說二三年前可能都不升息 有一些利空的因素 但你還是不斷在加碼金融股 沒有我剛剛講到說 中信金他就每年配1塊 你看他慣性 最主要說上半年賺 就前半年賺了1.59了 對 所以說明年配1塊錢沒有問題 那相對來講 殖利率到5%甚至有到6% 那中信金就長期持有領股息 像我抱了他超過10年了 股息每年領他幾十萬也領了幾百萬回來了 比養小孩孝順 你小孩也很孝順 沒有啦 我是覺得說養股兒子真的比養小孩孝順 有時候小孩子搞不好 爸爸你要幫我買房子出房貸 對不對 股票不會 所以說我就覺得說 其實危機是轉機 他如果說不是有危機的話 我們怎麼會有便宜的股票可以買 有時候要用這種角度去看 反正覺得現在可以這樣 另外兩位都覺得不適合 十八老師 對 我直接就從邏輯上面來講 利率低的時候是有利於資本秘籍 因為他的成本 借錢的成本變低 然後現在5G就是萬物互聯 所以他是適合知識秘籍 所以資本秘籍加知識秘籍 兩個連結起來 我直接想到就是台積電 就是低利其實最有利的人是台積電 所以覺得不要存 你與其存金融不如存台積 等這個出事來存台積 敏寬 這個禮拜最大的一個消息就是富邦 富邦他們說不再去接受了整個房貸 這個時候不是房地產最熱的時候 好久沒這麼熱 其實這個是預期之中 這個我從今年年初 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們國內的房貸公司 會不會這麼做 那當然無利可圖 減少部門開銷 我就用簡單的數字 來跟各位做說明 因為我覺得在談論到個股 跟談論到一個趨勢的過程當中 你去了解他內在的一個核心價值 這個很重要 第一個 我們目前國內的房貸總價值 大概是在7兆 那我們目前的一個利差大概是1% 所以我們目前每年金融業 不管你從受險業金融業 其他的票券業全部都加起來 我們把它視為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池子 這個池子呢 每年在7兆當中可以獲利700億 那我們再算 全國現在大概有20萬個金融從業人員 那金融從業人員 全國的平均薪資大概是在76萬台幣 我們算80萬 算一個整數值算好算 所以我們一年單單付給這些金融從業人員 要1600億 問題來了 我從房貸只能夠拿700億 可是我單單發薪水要發出去1600億 剛才教主還說呢 人家中信金每年都還配一塊多一塊多 那中信金因為他今年辛苦 因為中信金有採到很多 國外的比較不好的金融資產 這我們另外再談 但簡單的來說就是入不敷出 那入不敷出要怎麼辦 所以所有的金融人員就會哇哇叫 每天都在想這邊要賣什麼 那邊要賣什麼 要賣什麼信用卡要賣什麼 要賣什麼 每天都在那邊重疊 那重疊的過程當中結構還是很簡單 重疊的過程當中 還是要回歸到利差 什麼叫利差 全世界的資金的一個規模 跟我能夠帶出去的一個資金規模 中間相對的一個差異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這一波從華倫巴菲特 他決定去投資全日本前五大商社 他告訴我們什麼 華倫巴菲特他看開了 他什麼看開了呢 他把富國銀行賣掉 他把他的金融機構賣掉 為什麼 有這麼多錢很多次找 就比他更早看開 他的看開的定義是 請各位不要忘了 華倫巴菲特本身是美國排名 前三名的受險公司 他居然自己有受險公司 自己有銀行 自己把銀行賣掉 那他在想什麼 他知道美國日本全世界 他都是低利化 低利化的過程當中 他要找的是什麼 consumption 他要找的是消費 他去投資日本的前五大商社 就涵蓋了五千個產業 為什麼 食衣住行育樂 通通都有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 你說可不可以存金融股 可以 你要有定律 我最怕的是 很多人存到一半 遙遙無期 股價一直往下跌 每天一直存的過程當中 他的資產越存越少 你要存的 個股的產業 一定要向上的 為什麼 你存的過程當中 你會有確實感 你會覺得腳踏實地 你會覺得 我做這個是有未來的 你如果存金融股會沒未來 金融股現在目前來看 兩年都沒有利差 如果你兩年月存 你一百萬 今年存一百萬 明年剩八十萬 後年再存一百萬 又剩七十萬 然後你要等到 過了三年之後再往上走 每次都在逆轉勝 拜託各位 漫畫不要看太多 那個很累 我可以 所以說如果你不行 因為說實際要拉長就對了 實際要拉長 動輒要五年跟八年 人家教主存二十年 我已經算有耐性了 我個股有時候存到三年 有時候看一看都 這個績效還存得下去嗎 連我都自己 對自己有懷疑的過程 你存三年我都很懷疑 因為三個月都受不了 所以我認為 你要走向上的趨勢會比較好 那很多人會說 那現在存股要存什麼 還是之前三個月跟各位談 我的說法不會 今天來下次就變 存綠能 綠能現在十幾塊二十塊 還能存 而且綠能來說是長期的趨勢 台積電也要用一大堆綠能 所以我認為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存台積電 我存綠能 等一下我們時間再來談 但金融股我認為 真的 你每次存會對自己 產生很大的疑問 陳老師這樣嗎 存很久 存很久 像中興金從09年那時候存 我們也是看了他股價 從二十幾塊 一路跌到十塊 跌到各位數 那心情不好 有時候我們反而覺得說 你在存的時候 你也是會煎熬 因為你看他天天都便宜 你會煎熬 對天天都便宜 你不逛全聯 但是問題是 以事後來看的話 我們會很慶幸說 還好那時候天天都便宜 所以要熬得住的人 熬得住 所以說我們有時候就抱著他 所以說中興金 抱到現在也抱超過十年了 有時候回想還不錯 碰到這個好機會 但是很多人都死在沙灘上 反正前提就是 你要夠有耐心來存金融股 動不動就是這個 要殺出人就不適合了 就會轉比我更加快 為何會讓他走 再煎熬 你會再打開 你會再給你 那時候 你會再給我 我不會再打開 你會再給我 你會再給你 你會再給我